來我們看一下測體後 他說賈同學想要網購某支特定手機 他上網灌了7家購物帳後 他告訴他好友說 該款手機的價差 把價差圈起來好不好 他說該款手機的價差不大 在100元以內 想請問一下 賈所說的話當中 應用設計是下列哪一個統計量 什麼意思 賈說了什麼話 他說該款手機的價差不大 在100元以內 對吧 什麼叫價差 最大和最小什麼 之間的差距嗎 對吧 也就是價格最高 和價格最低的差距嗎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價差不大 這句話是告訴我什麼觀念 他是一個全居的觀念 對吧 行不行 所以說對 所以說他上網比較這款 這7家購物網站之後 他發現到這7家購物網站 最高價 和最低價 之間差距有多少 差距有100元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100元就是一種全居的觀念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答案選幾 選全居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把這邊整理一下 渡過 吝嗲 感谢观看